未來汽車將在物聯網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並解決目前所面對的交通問題 所有的移動東西都會變得自動化 越自動的話它就越安全 未來一定要用最低的碳排放量 做出更高效能的新產品 未來的也是可以讓一般的民眾選擇它 接下來用的電來自於再生的哪一種發電